难道黄伟一家改邪归正了 成为了位置会说的心怀天下的那种人吗 但天下新王匹夫有责 这世上总得有人站出来 去和那帮怪物战斗吧 黄伟都这么做了 那我是不是也该去永动脑 为国出一份力呢 开队 永动脑你说来就来 就不买点防寒装吗 我一开始也没想到 不会这么冷啊 喂 你们是拿队的 不知道没开战前 我面上不能走吗 那个我们也是第一次来 我为什么不能走 为什么 你们是哪来的菜鸟 众所周知永动脑的下方 是怪物的巢穴 你们这样冰面上走 不知道会惊动下面游荡的愚人吗 等级二十二级 那是 鱼人 哼三个蠢货 二十二级的鱼人 可是需要人均二十级以上的队伍才能对付的 而且众所周知鱼人擅长近身攻击 一旦被鱼人近身缠上 那几乎就是必死的局面 快对 小心 幽灵铠甲 虚化 我还以为有多厉害 原来不过是一条杂鱼而已 什么 他不禁躲过了鱼人避重的近身攻击 而且需要人均二十级的队伍才能解决掉的二十二级鱼人 被他一个十几级的 秒杀了 哼 活动下筋骨之后果然不冷了 回来吧 现在我的力量是七十六点 只要出发暴击 最低都是一万五千两百点伤害 而且这还是没算上追命的暴伤加成的 但就算只根据我现在最低的暴击伤害去估算 目前我这伤害放在二十级左右的阶段 不管是怪物还是看闲者 应该都扛不住我一下暴击 卡队 我帮你把鱼人尸体卡进来了 谢了 我们快上岸吧 对了三位大哥 我想问一下你们知道玄武功会的皇伟在哪吗 大神 您这什么话 我们哪算大哥 我们是您小弟第一中弟啊 正巧我们知道皇伟少爷在哪 那咱三弟这就给您指路哈 不想让胡言和阮宇 掺和上我和皇伟的事 就没让他们过来 不过那三个大哥不是说皇伟就在这附近吗 怎么找不到了 江凯 皇伟 皇伟 知道你们家要带头攻打boss后 我对你刮目相看 我觉得我们可以放下恩怨 我也愿意在涌动岛上贡献一份力 皇伟 你做什么 我先来和你和解的 和解 杀我在先 让我做了那么久的心理治疗 现在你跟我说和解就要和解 直到上次我被你当众杀了之后 我有多想找你复仇吧 军方下令让我家别动你 那怎么行 你是我主动参加讨伐王级boss的战役 就是想用这份功劳 来要挟军方别再保护你 你 你讨伐王级boss的目的 只是这个 是啊 但我没想到你会主动找上门来 既然如此 那就让我先虐杀你 期待你帮助讨伐boss的军功 去军方那将功折罪 原来是我想多了 没想到你还是那个小人皇伟 但你想杀我的话 我劝你们还是一起上 毕竟你们猎鹰五队 可是被我团灭了 你能团灭猎鹰五队 肯定是靠军方的暗中保护 咱们少爷十级 加一身S级装备 杀你还需要帮手 嘿嘿嘿 就是 这小子猜的我都 等等 厨业 我 我这是在哪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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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有 谢谢大家 上 各位 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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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